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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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景象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这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当地考古队的耳朵里边 墨不是有宝吗 赶紧去瞧瞧 到了后来的话 我们文物部门过来发掘的时候 把水排干以后 进行一个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他们来了以后 结果打开一看 就是一座墓葬 它整个地固里面它积满了水 所以那个水的倒影的话 就给我们整个这个 你比如说房梁上面的倒影 倒影下了过后才会倒影 事情是搞清楚了 原来所谓五颜六色的龙 那是倒影啊 不过这个结果呢 让考古队员们越发的好奇 下边这座古墓了 这里头到底有什么呀 接下来不用多说 赶紧挖吧 等考古队员们真正见到这座古墓之中的时候 所有人都忍不住说出了三个字 太美了 到底有多美呢 咱们一块来看看 这是古墓大门 据专家介绍 这两扇大门是有两块巨石凿成的 上面布满门钉是气势不凡 怎么样 还没进去呢 光是站在这儿 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种盛气凌人的皇家气势呢 再往里走 专家给我们介绍 这座古墓是一个三进三重殿四合院建筑 从前至后 依次为八字墙 大门 前庭 前殿 中庭 正殿 后庭 后殿 寝宫 隐蔽 短墙 所有的布局都严格遵循了中轴对称的原则 令人是叹为观止 而您再来看细节方面 这座古墓全部用石块雕刻成明代木建筑的样式 地面铺满青砖 地宫内的门窗柱子都是用石仿木做成镂空雕刻 纹饰精美 雕刻细腻 专家还告诉我们一个细节 说他们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在手电的光照之下 地宫的珠沙七十门 石制斗拱和鹅房子上的彩绘 琉璃彩瓦以及棺果上的珠漆等都色泽如新 十分鲜亮 整个地宫可谓是金碧辉煌美不胜收 因此不少的考古专家都把这里称之为中国古代陵墓中最精美的地下宫殿 只可惜现在无缘相见了 你看到这个上面的话呢 这个大门上面你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神兽 还有龙 龙瓦洞 其实一开始这个琉璃瓦全是绿色的 挖出来的时候刚开始都颜色还很鲜亮 包括它的河西彩花 虽然色彩已经退去 但置身于这座地宫之中还是不难感受到它给我们的震撼 可以想象出它当年光彩要人的样子 讲到这儿估计有人可能要问了 究竟是什么人可以修建如此豪华的地宫呢 其实答案一开始咱们就说了 明代蜀王陵 墓主人自然就是明朝的蜀王咯 怪了 一个藩王而已 竟然可以修建比皇陵还要更美的地宫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俩字 有钱 有多有钱呢 据说明代大奸臣严世帆 曾经闲来无事做了一个大明版的福布斯排行榜 这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蜀王 其财富总额把一众藩王太监吐司甩了十几条街 具体有多少呢 现在我给不出一个准数了 但是有一点张献忠江口陈吟的故事 应该都听过吧 明朝末年张献忠组织农民起义 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一路上烧杀抢掠 积累了大量财富 只可惜最后也没干银清军 千传的金银珠宝沉落江中 很多人之前一直以为这只是个传说 但是早些时候咱们的考古队员们 已经在闽江打捞出宝藏了 金钉银钉金手是金印金策 数量之多价值之高 让人惊叹 张献忠这些宝贝哪来的呢 据专家考证 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蜀王那抢来的 那您说吧 这蜀王得多有钱 所以当时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蜀府之父甲于天下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蜀王怎么做到富甲天下的呢 答案就是富爱的力量 怎么回事呢 朱元璋南京称帝 见大明王朝 功臣打江山 子孙做天下 朱元璋心里边多少有点慌啊 于是乎出于稳固江山的考虑 朱元璋先后分封了自己二十多个儿子 以及侄孙为蜀王 公元1378年 朱元璋将自己的十一子 年仅七岁的朱春 分为蜀王 关于这第一位蜀王呢 史书上记载不多 只是说他性格与其他兄弟大不相同 他不喜练舞 就喜欢看书啊 被朱元璋戏称为蜀秀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儿子与众不同啊 朱元璋对他是特别的宠爱 跟您算笔账吧 当时朱元璋给自己这个小儿子的年薪是这么定的 米五万弹 超二点五万罐 仅四十匹 沙罗各一百匹 卷五百匹 免两千两等等 小头咱就不说了啊 就说说前边的两个大头 用今天的购买力来算 仅米这一项就相当于大约一千二百万人民币 再说第二项 这实打实的钱又能拿到多少呢 有专家给出的说法是两万五千万钱约等于现在一千二百五十万到一千六百五十万 这两项加起来两千多万将近三千万了 这就不少了吧 跟您说这可只是蜀王一个人的工资 蜀王的每个儿女和子孙朝廷照样要发工资的 而且当时的情况跟现在还不一样 工资根本就花不出去 因为蜀王的任何花销 吃穿啊 住啊 行啊 甚至下属的工资通通朝廷报销 您打个报告就行了 这工资你每年存着存着存着加起来 可不就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了吗 不过蜀王最大的财富还不是刚跟您说的这些 他最让人眼红的是D啊 有多少D呢 下结算 穆志明惊喜现身 这上面究竟藏着什么惊人的信息呢 五爪龙文 八十一克门钉 帝王皇权的象征 为何会出现在藩王墓之后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咱们算到了蜀王的工资是非常之高 但是我告诉您吧 这其实只占到蜀王府全部收入的很小一部分 封建社会最值钱的是什么呀 土地呀 而蜀王就是全四川最大乃是全中国都位居前列的超级的大地主 蜀王的土地最开始都是皇帝赏赐的 而且这种赏赐通常都很大方 第一代蜀王朱春 因为朱元璋的溺爱仅受赏的王庄就有三百多个 他自己居住的蜀王府更是老父亲朱元璋亲自把关修建的 公元1382年朱元璋照令修建蜀王宫殿 当时他还特意交代下去 不要急 慢慢修 但有一点 非壮丽无以示威夷 言下之意就是要修得大 修得气派 最后整整花了九年时间蜀王府才修建好 一切都按照朱元璋的要求 高端大气上当次 因此蜀王府在后来考古界还被称之为小故宫 据专家告诉我们 咱们现在看到的蜀王陵呢 那就是当年蜀王府的缩小版 大约是一比七的比例 因为我们古人的话他就讲究是死无生 就说他死了以后他还同样的享受一些的东西 潘生以前的王宫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天赋广场 市中心 这个礼物就是那个王府的缩影 你看他实际上他的地宫里面的几道门 第一道门就像是以前是王府的端立门 第二道门像是以前是王府的招立门 第三道门就像是以前蜀王府的这个宠明 你看他们当时的设置 他一个是这样的 你看这里的办公 文物百官成年两边 这个就叫什么叫前朝后期 缩小版的蜀王府 那难道说这座被誉为最美地下宫殿的主人 就是当年朱元璋最宠爱的儿子 第一代蜀王朱春吗 这个问题呢 专家们早就好清楚了 很肯定地告诉各位 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座地下宫殿之中 出土了一件考古队员们最期盼见到的东西 穆志明 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牧主人的生平履历表吧 虽然它经济价值不高 但是考古价值那不言而喻了啊 比方说这一次 咱们的考古专家 就从这一块大石头上了解了很多史书当中没有记载的内容 这个穆志明是记载了这个他这个墓主的圣品 所以上面写你看大明属喜王矿志 矿志 什么含义啊 矿在古代里讲是木的意思 它墓背里面它也说得很清楚 叫纳如矿中 就是把它放在墓里面的意思 那这个墓志明上的具体内容有什么比较特别的 其实这个墓志明上面它记载了它的生平 比如说你看它的名字叫什么 叫王慧有勋 名慧 它的名字叫朱有勋 这个朱有勋的勋字的话 在一个名史的话记载了朱有党 这个领悟发觉了以后呢 把它更正过来了 然后的话 它这个王爷你看它出发为罗江王 罗江王的级别是个郡王 到了后来它的哥哥就是第二代蜀王去世了 去世以后没有子嗣又传给他 他喜欢为蜀王 他就当了第三代蜀王 史书中关于这一位蜀王的记载并不多 你看啊 如果不是这块墓志明的话 我们可能现在都还叫错了人家的名字 而因为缺乏详实的史料 研究明史的专家们一直以来都搞不清楚 这位蜀王的真正死因 24岁才继承了王位 26岁就突然离世 这么短的时间实在是引发了无数的猜想 会不会被人害死了呀 又或者被秘密处决了呀 如今这块墓志明的出土 总算是帮助专家们解开了多年的疑惑 到后来他当蜀王以后呢 也就是说当死亡以后呢 他由于患病 他是得了什么病呢 墓碑上来说的是患风节 应该来讲如果患风是性的疾病 能够致命的应该就是 患理性性的病了 实际上的话呢 他当时26岁就去生了 而这块墓志明带来的 最让我们吃惊的信息并不是文字内容 而是上面的图案 要知道早在元代龙文的使用 就完全被皇权垄断了 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文规定 到了明初 五爪龙文只限于皇帝一个人使用 分封各地的藩王也必须遵其制度 这种特权一直贯穿了明清两朝 那就怪了 小小藩王墓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事实上 这座古墓之中 这种让人觉得奇怪的装修啊 还不止这一处 咱们前头提到的地宫大门 也是就体现在他的门钉上 一个成语叫九五之尊 这个九五之尊的九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个门钉 它很九竖九 九九八是一个门钉 五就是五爪 这个就叫九五之尊 大门汝丁 你别看这是个小细节而已 但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 这也是有着明确规定的 皇宫才能够九纵九横排列 寓意九九归一一统天下 王府呢 得打一折 九纵七横 身份有别 不得僭越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皇帝专享的设计 为什么 凭什么 会出现在这 怎么解释 难道说蜀王一脉 早有反心不成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考古队的专家 又翻了不少的史料 最后发现这个事啊 跟历史上著名的 静难之一有关 怎么个情况呢 静难之一 咱们讲过太多次了 就不多介绍了啊 说点大伙不了解的新情况 据说燕王朱棣当年发动 禁难之一 一开始并不顺利 一度被建文帝的部队 打得狼狈不堪 各路翻王一看 朱棣这小子要玩呢 我们得跟他划清界限 有的甚至帮助建文帝 一起攻打朱棣 唯有蜀王朱春 跟别人不一样 他从头到尾 都站在了哥哥朱棣这头 静难之一的时候呢 这个朱棣当时是 旗帜先链的就是 支持他的四哥朱棣 来吞发他的这个侄子 朱尉文 然后呢 他的四哥登上完了以后呢 就对他这个 这个鼠王之一之 还是比较恩宠的 他觉得这个 爱地对他就比较好 其他的兄弟姊妹 都比较反对他 所以他上台以后呢 把其他的一些 你比如说这些 其他的王 隔着隔 或者零放在零放 杀的杀 但是对待成都 这一支属王呢 他确实还是不错 不止如此 更让朱棣感动的 还在后头呢 都说打下天下不容易 守住天下更难呢 朱棣登基之后 朝廷动荡不安 尤其又是这么 得来的皇位啊 得位不正嘛 当时矛盾之突出 时局之混乱 恐怕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那么在这样 让人头疼的时候 朱棣还是如此坚定的 支持自己的四哥朱棣 甚至大义灭秦 告发了自己的母舅 古王和儿子 朱月的谋逆不轨 那您说 这么大一份恩情 朱棣能不记自己兄弟的好吗 因此 从那个时候起 蜀王一家就开始搞特殊了 朱棣死后 朱棣特意下旨 以皇帝的礼仪 后葬这位关键时刻 向着自己的铁哥们 就是铁兄弟 连朱棣之后的历代蜀王 那也都跟着张光啊 享受到破格的特殊待遇 地宫里边 八十亿颗门钉的木门 还有五兆金龙 就是最好的体现 还有就是他去世以后 还有一个高规格的待遇 就是错事成三日 这三天不上朝 不早朝 就用来纪念他 就用来计算就是 调研他 讲到这儿 您听明白了吗 蜀王之所以能够 以帝王规格下葬 不是月治 是皇上破格的恩准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 第一代蜀王 朱春 不管是 境难之一 发生之时 还是在新皇 朱棣登基之后 朱春的作为 都为蜀王 在皇室的地位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也对其子孙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好了 解开了这一谜题 咱们继续往前走 专家告诉我们 在这座地宫当中 还有一个奇怪之处 嘿嘿 下节说 考古现场 惊陷恐怖尸骸 古墓双尸之米 究竟该如何解释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历 专家告诉我们 这一处地宫之中 有两个奇怪之处 一个是身份建月的装修 关于这点上一节 已经说完了 那么另外一个奇怪之处 是什么呢 那您看 就是画面当中的 这两只蝙蝠了 据说这两只蝙蝠 常年定居在此 从来没挪过窝 俨然依附地宫主人的架子 后来有人看到了 这个景象之后 还编出了一个 十分动人的传说 什么呢 首先 梁山博与朱迎台的 经典爱情故事 想必大家都听过 这最后一幕 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幕 尤为经典嘛 说是朱迎台出嫁的时候 路过梁山博的幕 突然狂风大作了 阻碍了迎亲队伍的前进 朱迎台下轿 就到这个墓前来祭拜 就在此时 坟墓塌陷裂开 朱迎台随即又纵身跳入 这个时候坟墓里边 就出现了更为神奇的一幕 冒出了一对彩蝶 双双飞舞 最后离开了城市 蜀王宫的传说 跟这个有点像 有人说这两只蝙蝠 也是变化而来 他们的真身 就是蜀王和蜀王妃 他们生前十分之相爱 死后也想继续长相厮守 或许是爱情的力量 他们后来双双化作蝙蝠 在这地宫之中 双宿双漆 听到这估计有人会说了 看到两只蝙蝠 就能联想出这么多来 这个脑洞开得不小 也太能扯了 怎么说呢 实际上有人会这么想 跟当时考古现场的 一个离奇发现 有非常大的关系 当时考古专家 进入到牧师之中 还没多久 就发现了一具事故 就躺在牧道之中 很瘆人 你想啊 没在棺材里 在牧道中躺着 都度胜人了 是不是 那么古墓之中 发现尸骸 那一般人想呢 是不是这就是牧主人呢 可等专家们 再往里走的时候 奇怪的事发生了 果室的正中央 有一座 用青石雕成的果床 上面有一个 已经腐朽了的棺材 而在这里边 专家们又发现了一具骸骨 这一幕之中 竟然出现两具人骨 这把专家们是彻底有迷糊了 到底他们之间 谁是牧主人呢 最开始有人提出了 熟喜王墓 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吧 里边埋的是 这个熟喜王和他的王妃 也许他们生前 就是一对模仿夫妻 十分恩爱 死后也要继续生活在一起 顺着这么个思路 再看到两只蝙蝠 脑洞大开 可不就是发挥了一下 自己的想象力吗 扯出一段爱情故事 也很正常了 但是换之 我跟您说 这思路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专家们 拿到了一份鉴定报告 古墓之中的这两位 都是成年男性 所以夫妻合葬一说 可以排除 那么还有什么可能呢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老专家 突然想起了自己 曾经读过一本野史 里头有这个故事 没准跟这有关系 什么呢 还是前面提到的 静难之一 朱棣造反成功 我们都知道了 那原来的皇帝朱允文 什么结局啊 这个答案就比较开放了 因为据说 他离妻失踪了 有人说他出家为僧 也就是说流落海外 有人说隐居深山 那么在那本野史当中 也有种说法 说是建文帝千里迢迢 从南京逃到了四川 投奔了叔叔 也就是第一代蜀王朱春 朱春觉得自己这个侄子 也是挺可怜的 都是朱家血脉嘛 虽然说我是支持你四叔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你是我的侄子 人呢 不当皇帝可以 但是人得好好活着嘛 就把侄子藏在了王府里边 要说这朱允文呢 还挺能活的 一直活到蜀王 传到第三代的时候 他才去世 那么该怎么处理他的后世呢 这个问题 让蜀喜王是伤透了脑筋 大操大半肯定不行 当朝皇帝那是朱棣的子孙 要让朝廷知道了 那还了得嘛 刨个壳 可是悄悄埋了嘛也不太妥 再怎么说 建文帝正经八百 当过好几年皇帝的 又是长辈 这么处理自己死之后 到地下也没法跟列祖列宗交代 死来想去 最后 喜王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建文帝悄悄埋进自己已经建好的陵墓 这样朱允文既能够享受死后的富贵 又能把这个秘密彻底的带到地下掩埋起来 不被人知道是两全其美 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 但是您仔细一想就会发现 也是漏洞百出 第一 前当咱们说了 第一代这个朱春是什么人 是朱棣的小迷弟 他的忠实追随者 朱允文跑去投奔他 那不自寻死路吗 那他还真说 你是我的侄子 咱们好说 保证你的性命 皇权之争 你死我活 开什么玩笑 容不得半点的慈悲在里边 还有第二点 咱们退一步说 就算是朱春真的收留了他好不好 而且还真的就是想要把他好好下葬 那么再这么说 这熟悉王帝宫里边 也应该有两口棺材吧 总不能说 我把建文帝直接塞进我的陵墓里就不管了 连口棺材都不给 你说是不是这个脸 所以说 不管是从正史上来分析 还是从情理上来推测 埋葬朱允文艺说 也不太可能 说了那么多 有观众就该急了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这个问题还能不能有结果 有结果 有结果 答案肯定是有的 就藏在这座地宫之中 咱们跟专家一同去看一看 他列举事故不在宫里面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刀没有关系 他这个刀的话 实际上他的路线的话 你看 这个上面是个刀洞 这个路线的话 我觉得就从他这个 这个整个雾面寿所的这种痕迹来看 他应该是这样的 他当时 这几道尸门都是关闭的 封闭的 他进不去 他没法从门进去 没法从门进去 他只有从雾面上 就一直一直走 你看 他的话整个雾面 比较受损严重的 就是这个雾面 跟这个雾面 他应该是从这边 这两边的砖颜色都不一样 颜色都不一样 是后来修补过的 是被他们到我们这里采坏 对对对 采坏了 然后从那边上去 那边上去 那边上去 他是本来是想从 寝宫的顶部下砖下去的 结果他就是 等他把它吐开以后 发现有比较厚的石板的掉底 最后他就下不去 他又翻毁 翻毁了以后 将其把情况的门敲开 把东西倒走 专家的话 您听明白没有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这句在墓道里发现的尸骸 应该是一位盗墓贼的 他是在墓中遭遇了什么意外 还是分赃不均 被同伙谋杀了 咱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位盗墓者 应该是一位行家 因为盗洞的位置 正好开在地宫最薄弱之处 几乎是唯一能够进入地宫的突破口 专家推测 盗墓者很有可能是 当年参与剑林的攻向 又或者就是把守灵寝的军人 而在后边的考古发掘 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因为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之中 除了发现几百尊陪葬的陶勇之外 再也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陪葬品了 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失望的消息 但考古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 会发现什么 这也才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对于考古专家而言 能够填补一段历史空白 能够解开两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谜题 这座古墓就已经带给我们太多惊喜了 值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 相关系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相关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咯 trees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